新港区楼林中心 为了高雷社区的中部拥有产物瓦东 特别跟全省社区来合作 开办到作用企业的课程 让时代会当资金合适到新机会 也来讨过企业的过程 找回祖先感快乐 新港楼林中心 他在高雷中部要走出家门 产物社区瓦东 因此这支推动社区特典计会 这次跟全省社区合作开办 做行业企业课程 受到地平民众的大家欢迎 这一次的安排社区的气球课 那主要就是设计的六坦课 那从最初阶的 然后让他们可以愿意在气球上面画 然后装扮 然后增进他们跟亲子的一些互动 然后让他们有动力愿意来上课 然后因为他们很多就是家里有孙子 甚至时间到他们会提醒阿公阿嬷来上课 所以他们亲子之间的感情更进一步 甚至有的就是已经学以致用 然后学了这些气球 然后甚至去关怀据点 那是我觉得说这是办的课程 真的有一个很正向 很好的一个活动 其实熬鸡鸡鸡鸡是一项很正式的合文 访问怎么办 鸡鸡鸡鸡才没帮 这些熬鸡鸡鸡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肯定有很多人 带着阿孙到甘萊娥 到失劳来滚滚 我们生甘萊娥 让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社区 有安排这个创育气球 这个客 让我们社区的机民 可以手机也订单 铁鸡也订单 有我们的变化性的气球 让我们赢很多 让我们社区 创造很多很好的家庭和乐气氛 哎呦 这些都没办法 怎么都没办法 要吃点 吃点也要用 要吃点 要吃点也要做 他们刚好在做机构关怀 来学这个东西 到各机构 养老院养护中心 可以去跟一些长者 村民绝缘这样子 专行社区 离新港楼林中心 又有一段故事 所以很多中部的 都会放棄参加 外党的机会 这次在台北地社区开课 让他们的党 旧金还是新机构 中心找回来 组成到快乐 到中华新闻也逢有 新港彩虹不得 任何车 来 来 来